在这种状况竟然有钥匙去囤钥 一盒普达特1500块 其实我必须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在昨天这个新闻出来之前 事实上我就已经接受到很多的民众提醒 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其实他们确定 就是说要让疫情盖牌 然后让这些所谓的整体的 中国人可以到处趴趴走的讯息出来之后 其实事实上在我们的邻近国家 比如像日本 大家都知道嘛 日本的这个什么头痛药或药品是很多的 当时在大概两个礼拜之前 我就收到许多我正在日本旅游的朋友提醒我 你到日本的药妆店 那些头痛药止痛药已经没有那么好买了 因为已经被大量囤货了 所以当时呢 他们就提醒我 要提醒CDC 要提醒卫福部 我们自己的备药 包括止痛药退烧药等等的市场 必须要有所掌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昨天 包括其实王碧社或前几天 他在这个CDC的记者会上都被问到 然后都说我们的其实药量是充沛的 可是其实就怕什么 就是说中国人他还没有前进全世界 但是大家知道 中国他其实就算人民没有出来 他们有在网路上很流行这种直播代购 因为很多人就讲说 中国人又还没有出来 你们不要在那边 好像先吓大家 不是不是 他们其实是有很强大的代购的能力 比如说就像那个淘宝里面有些直播啊等等 他就一个镜头 直播主在那边想想想 他就世界的华人先帮中国扫货啦 是没错 那么同样的 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个案例也是这样 就是呢 有一个民众他到药局去买一个普拿藤 然后呢 他跑了好几家都没有 最后终于有一家 他告诉他说 就是台商已经把货要锁住了 所以说就是有一个台商 透过他要买600盒 然后呢 这个一盒的价钱原本是150 但是他愿意用10倍的价钱跟他买 所以如果你要 那我可以割爱一个给你 听到这边这个民众当然就觉得很生气 那大家都知道嘛 现在每个人都有智慧型手机 所以在沟通的过程中就被录下来了 那我要更新一个最新的资讯啦 就是第一时间有讲说 这个钥匙啊 还铁死鸭子嘴硬说不道歉啊 或什么 他认为他自己没有错啊 因为这是供需市场等等 不过今天早上的时候 这个钥匙已经出来道歉了 他为什么会道歉 因为这个试涉到违反了公平交易法 联合垄断的部分 而且包括像我们的 其实钥匙工会 他也发出了严正的声明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不道歉 而且你哄台 物价的话 你甚至于可能会被取消资格 那么我们要知道 这一次因为他其实这个买卖是没有成 所以公平会是有讲 他说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实际的这个1500的 这个交易行为没有发生 所以不至于可以用 所谓的联合垄断价格 公平交易法去开罚 比如说2500万等等这些罚则 但是我要提醒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收看 我们就是 我给他一颗心 其实他应该已经被肉搜了啦 因为他第一时间的时候 我也说就认识啦 我年纪大了啦 算了 你不要去霸凌人家啦 算了 道歉就算了 我也要退休了等等 但是他今天既然早上有道歉 那我们就 道歉就算了 对 但是我相信这个案例也揭开了 就是说 确实喔 因为中国的盖牌的状况 大家都很害怕 大家不要忘记那个三年多以前 就是因为武汉 武汉肺炎这个病毒 大家就是中国把它盖住 以至于其实是 整个全球错失了 最佳的黄金治疗期 那么经过了中国这三年之后 你到底在你们中国的内部 在搞什么 在做什么 然后现在你突然间决定 要跟病毒共存 还把这个所谓武汉肺炎 改成武汉流感是不是 武汉感染 武汉传染 对 武汉传染 反正就随便这个名材自己定 但是呢 好像换个名字 同样的病毒 就不用害怕了 我觉得这才是让全球最恐慌的部分 所以也是为什么大家会强药 那么目前为止 我要先提醒大家的是 大家只要不要去囤积 然后不要特别的去 有一些恐慌 那么台湾的药物其实是够的 那么另外当然我也不建议大家 用大规模的去囤药 药品其实也是会过期的 所以多买没有用 那么大家其实如果 与其你去囤药 那你不如去打疫苗 疫苗还没有补足 三剂四剂的你可以去 那或者是流感疫苗 也可以去打一下 是 那在这边我要提醒 除了提醒这个政府 还有这个 包含楚音姐 就是说我们除了西药之外 现在中药听说 对 价格也大涨了 因为第一个台湾的中药 百分之六七十都来自于中国 第二个 当中国人买不到西药的时候 一些什么清热啦 化痰啦 紫壳的中药 现在在中国都涨了六到七倍的中药 所以可以想象 一定会搜刮回台湾去中药部分 所以其实未来中国真的是 以零为祸啊 你出事大家都倒霉 中国有事就是台湾 有事就是日本 有事就是新加坡 香港 泰国 英国 哪看日本 美国 澳洲 有事 希望中国人 拜托你们节制一点 先不要 先不要 拜托